明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張繼聰聊天 他十月在麥花省開演唱會 定位為中烈歌手 又會將自己的古董電單車帶上舞台 他入行三十七年 由五歲開始做童星到現在 最多煩惱的時候是二十多歲 和謝安琪結婚生子之後 天天被狗仔隊追蹤 有人跟他說 我以前覺得你吃軟飯的 今天去分享一下男人的感慨 童星都知道有什麼煩惱 小朋友又拍攝 我想去踢球 為什麼每個人下班 放學去 但我家裡很好 我家裡的父母的教育 他們沒有強迫過我做任何事情 他們就是栽培我 你想做嘛 你去玩去試一下 所以拍戲都是我自己想試 我覺得挺好玩 整班人什麼都是假的 但好像裝了東西 又好像真的 我覺得挺好玩 導致我很喜歡看電影 所以我自己決定考演藝學院 由演藝學院讀書的時候 我也是比較另類 由小到大做戲 我想只有一個人欣賞我 就是白紙 我們做了一些壞事 我們兩個笑 轉頭被老師罵 你們兩個幹什麼 那時候覺得最大的煩惱 我想已經是畢業之後 等了幾年出唱片 那種挫敗 那種覺得自己讀完書 應該要改變世界出來 創回事業 但發覺是創什麼 門都找不到 不停被人拒絕 不停被人覺得你是沒有價值 如果你再說樂免 我們入了一行都是很樂免的 尤其是當時那個年代 傳媒的風氣就是 你當時沒有社交媒體 你全部都是雜誌、報紙 一個人都要跟著寫 那便塑造到歌手是緋聞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沒有人說過其實做一首歌 是幾困難去做 或者其實付出了些什麼 所以培養了所有的觀眾 就覺得他們這些是垃圾 沒有一個好人的做這一行 我想我算是由傅回來 我是很多年後才有人跟我說 我以前很討厭你 我覺得你是吃軟飯 我覺得你很不勤力 但我現在對你改觀 我當然也多謝那個觀眾改觀 但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的人 以前我老婆出家 有四五輛狗仔隊的車跟著 一下車送我兒子上學 有幾個鏡頭這樣對著我 每一個記者都跟我說 不好意思我上班而已 我拍照而已 對不起 我心裡覺得你也是上班 我也是送我兒子上學 但你知不知道 你的相片寫出來的字 是可以殺死人的 這件事的本質是 我想令我明白了 筆是可以寫死人 人言可惟 令我明白了 我想我多了一份同理心 其實暴力就是暴力 什麼形式的暴力 去傷害人都是暴力 不尊重人 什麼形式都是不尊重人 但是 不等於我沒有這種暴力 我也有的 為什麼那些編輯 那些記者可以這樣 出一篇報導 是會令一個家庭很不開心 是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會不會這樣 我那時才這樣想 然後 走過一架蟑螂踩死她 很正常 不是 有一天突然 有一架蟑螂踩死她 我突然覺得我就是暴力 因為那些人當我是蟑螂 覺得我死是不關我的事 我覺得我經歷那幾年 就是學到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好的 所以我之後見那些記者 其實現在全部都是好朋友 當年寫到我最厲害的那個 我記得很多年之後 吃飯我還要多謝她 她跟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不是 我說我是菩薩 我二十多歲認識到你 你幫我寫一次的名字給我 令到我省了很多時間 我三十歲之前就明白了這件事 剛才說的 武雪中送炭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很想聽到 有些人可不可以看到真相 幫我說好話 沒有 沒有 到我三十多歲拍TVB 拍完劇之後 就開始很多人寫 這個絕世的好老公 什麼什麼 我當然很感謝那些人說 但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當年寫我的傳媒 我結婚周年 我投了IG 我們結婚周年 那個傳媒拿回那張照片 他們真的很恩愛 相愛這麼多年 一起經歷很多患難 我想當年是你寫我的 你寫我的 你這麼正 你又可以寫回好像沒事 所以不需要太介懷 所以現在 現在還有很多人 不認識我 或者不喜歡我 我覺得不要緊 這個就是 不努力我做好自己的事 張繼聰現在四十幾歲 經歷和智慧也都草棄了不少 兒子張占十五歲 女兒張靖五歲 各自做了MIRROR和COLA的粉絲 他做爸爸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挺好 譬如我兒子在國際學校 他以前就是聽外國歌 韓星會 韓星也有 但他都是歐美、韓國 但現在他都會聽香港的 其實不是正是MIRROR COLA 他都會聽 他都會知道 現在都會知道 哪個MC Tyson Yoshi 林家謙 他都會聽Janice 這樣 我覺得很好 他都會看港產片 經典那些 他會看《英雄本色》 我覺得這件事很開心 從小到大都很放揚 我覺得做父母的責任就是 是要啟發他們 陪他們找他們喜歡什麼 給他們機會試很多東西 是沒得逼的 但現在我兒子有些不同 我覺得開始大 我比較多灌輸 就是你一定要很精彩 要懂得照顧自己 因為你不同 但是你要照顧人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照顧自己 所以我對他 是開始很嚴謹 慢慢 有些軍訓式 你一定要有行程 很上時間做所有事情 我都會鼓勵他做運動 譬如他喜歡打籬球 就跟他打籬球 經常跟他一起去跑步 又想遊戲跟他一起去跑步的時候 去玩 譬如讓他2K 大家要鬥快 有些趣味做運動 你教兒子 要注意外表 練習 可能有個身形 其實我覺得不是 你大隻就要追到女生 不是這件事 是我覺得做運動 是一樣 你一定要通過很辛苦的階段 我覺得很重要 你將來做哪一行都好 我覺得很辛苦 但你可不可以通過很辛苦的階段 然後第二天你再來再高速一次 每天都高速一次 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要有這個能耐 我也跟我女兒說 所以我經常做運動時 我女兒又會給她看 我也想她每天她男朋友 她喜歡找一些男生 要做運動的 我們一定要這樣 歡迎來到我們的電影大盜 我是張遠亭 我是羅啟宴 張繼聰十月的演唱會 Welcome to Route 37 除了代表她入行三十七年 她今年四十二歲 亦都想帶出人生如公路的感覺 你看美國公路電影 即Biker 沙漠 很漂亮不同的景色 有路程 有路程 有酒吧 以前就有Jootbox 令我很多想像 譬如七十年代 駕駛駛 Hippies 這些都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Blues的音樂 電單車 公路 人生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旅程 什麼風景都好 其實都有那種路程的心態 我覺得是最好的 有空可以看後面多漂亮 但要繼續向前走 代表了我們今次 我這個show很想呈現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其實就是你當是公路的一半 走了一半 怎樣去對待 或者怎樣去看自己走的路 或者你繼續向前走 還有一個看法就是 怎樣對待我們這個年紀的 卡在這個位置的心態 很多人覺得這個年紀是否開始有中年危機 原來走了一半又不再年輕 我覺得每一個男人心裏面 還有一個年少輕狂的年輕人 但你真的覺得我真的不行 日常生活我又要為家 為小朋友 或者你看到自己好像看不到終點 或者看到天花板 害怕 我絕對明白這種心態 但我自己覺得不應該這樣 應該想像自己是坐著哈利直出喉 一鼻又叭 還可以繼續向前走 我覺得應該這種態度 我再定位我自己在音樂 其實我覺得就是想做中年 我覺得中年人都有歌聽 我覺得現在的新一代的歌 我覺得做得很好很好聽 但我們中年人的那種情感 那種失戀 那種失戀 都不是聽回二十多歲的那些 都未必表達到 所以我自己做一些 所以現在出的歌 或者未來出的歌 其實都是比較主攻中年人市場 我很想做 就是像 譬如我看很多B.B.King的那些show 其實那些我覺得像Live House 很著重表演者對班 和觀眾的那種距離 那個是很近距離 所以我很喜歡 就是想去蜜花繩搞 我覺得想做到Live House 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到時的舞台 其實都是很隨意的 有沙發 就是一些班 我們的衣服 都是一些Vintage的衣服 蜜花繩都很好 就是在大堂 給我們一些BOOF可以打卡 我們會放一些 我們自己珍藏的電單車 其實現在你有多少部 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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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部分別有什麼故事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復古的電單車 有些是Haley Davidson 有些是日本的復古的電單車 最舊有一部是差不多70年的Triumph 找了很多年 那部差不多的款 不完全是那個款 但好像差一點不像 Brandall那套The Wild One 那部電單車 因為我很喜歡那部電影 很喜歡Brandall 所以差不多那部電影 Brandall穿過的皮褲 有日本公司復刻 我又買 出T恤我又買 沒有去到那種老婆 即是女朋友 女朋友未去到老婆 但當然你每一輛電影車 都會很有感情 而且每一輛電影車 你跟他一起騎車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感覺 因為每一輛電影車 都有自己的屬性 即是很不同 就算Haley他自己不同的 年期的車都是有不同的 全部都要駕馭她 那家裡的老婆 怎樣看這七個女朋友 會怎樣說 都很享受 我覺得挺漂亮 她都很有興趣 所以她都有學電單車 這個其實是很健康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駕駛古董的電單車 去到不同的年紀 這些都是正常的嗜好 安全的駕駛情況 我覺得挺好 每個禮拜天有個早上旅行 整班人去玩一下 我們中午前又會回家 我覺得挺開心 而且我覺得 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中午時間 駕駛的精神 我覺得是重要的 即是去到一個年紀 你在你的生活裏面 有很多的角色 有很多的責任 不一定是電單車的 你找到一件事 就是你穿了那套衣服 或者是你上那套車 撻車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是很有活力 我覺得 感覺很好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延伸到就是 我覺得不是真的 所以我最初喜歡電單車 到研究電單車的文化 研究衣著 研究為何那些電單車的設計 會是這樣的 這種駕駛精神 衍生到 我的打扮 都慢慢偏向 喜歡Vintage的打扮 所以我自己出自己品牌的衣服 都是想出這些東西 我覺得 其實正正就是這種儀式感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一些位置 一批少少 他就開始一系列 崩塌下去 尤其是男人 不保持你的身形 香港又熱 你弄一弄 就是T衣服 波褲 交拖鞋 你不斷出街 肚腩越來越疲 就是這樣 中年危機 對我來說 可能是覺得 突然間自己 已經是 不再青春 或者別人覺得你不青春 或者你對下幕 為何下面有很多 比你更青春的人出現了 我想在職場上 可能你會面對到這件事 我想絕對是 尤其是我做的行業 突然間就好像改詞換代了 也有很多 很年輕的 新一代已經出現了 無論是在樂壇 或者是影圈 電視圈 但對我來說 我又沒有特別覺得 中年危機 因為坦白說 我都是很變態的人 在體能的維持上 做運動 我想我體能 都比很多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我想心態上 我都會繼續更新 我覺得很好 我對上 還有很多 我很欣賞 很六級的前輩 我都是跟他們磨練 我對下 原來有些新一代 我覺得我自己 可以做的就是 繼續向前輩學習 或者我喜歡一些 vintage 沒問題 就是這樣 我年輕都 都會喜歡最新的東西 都有些前輩 覺得 我們幾十年前已經 什麼 以前那些更正 這個哪有型 那個才有型 一定是這樣 什麼媒介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挺好 就是成仙啟口 我們這個階段就是 至於我自己的定位 我又沒有 我覺得作為一個表演者 或者一個演員 我覺得我現在才是 黃金的時期開始 甚至乎還未到巔峰 例如我現在出的 一個人的舞林 和同事和J&Y合作出的 就是Let's take it easy 同一日出的 但是我兩個小朋友 就是會唱 Let's take it easy 一個人的舞林 說五分多鐘 又很blus 又很多solo 你不會記望 他們聽得懂 說什麼 或者他們喜不喜歡 所以我完全沒有這些 這些憂慮 我還覺得挺好 你當我在這裡玩 又行 你當我不是 和你們一起玩 又行 我覺得在音樂上 就比較 其實我沒有 純粹是 禮物送給一些樂迷 你覺得好聽 或者可以幫到你 兩三分鐘 五分鐘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現在有機會 讓我見到一個人 可以和他面對面聊天 我這一刻 我想到的就是 我有一位過身的好朋友 其實很多年前 這個朋友離開的時候 我寫了一首歌 也叫做Good luck 我們從小到大 他在我們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離開了 所以他的肉體離開了 但其實他 這麽多年 他都在我心裏 陪著我 經過很多事情 他比我大一點 我想如果一見面 他還是當年二十多歲的樣子 但我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 我也很想大家笑一下 我現在老過你了 那樣子 我覺得很棒 還有很想 和他可以分享 因為他在我差不多 成為歌手的時候 就是 他是陪我經歷了 我被唱片公司拒絕 就是以前 我的模式就是 在他的車上播放 那樣子 很想現在一次過 寫了我的碟 寫了我拍過的電影 可以和他一起看 聊聊 那我想應該都會 幾開心 或者介紹一下我老婆 我的小朋友給她認識 那我想應該都幾開心 Gill 해요 Gill 音樂 Gill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